前幾天說了 現在加拿大中央銀行加息 0.5%加到1% 中央銀行借給其他銀行的息 其他銀行就要借錢給其他人 給你和我買房子、買車 那些息口也會相應增加 如果大家看加拿大的報紙也知道 只是說樓宇,樓宇的案態息也加了 有些網友就不太明白 就是他加息加了0.5%至1% 或者那個Mortgage加了0.5%至1% 就是多了1% 那我就做了一個比較 就在這些圖表上 希望大家在這個 明碼、實價那裡做一個比較 還有看看有什麼影響 那我這個比較 就是用了幾個不同的 interest rate 4%,6%,8% 即是如果你向樓宇借貸 他收你的利息是4% 6%、8% 那借多少呢? 那我就每10萬元計 100K、100D 每10萬元計 如果你要借50萬 那就乘5 這樣的數目 還有你要借多久呢? 那我第一個方法來比較 就是每個都是借25年 即是有得比 那你每個借25年的話 你每個月就要付527.84 那就當你是528元 每個月每10萬元 你就要付528元 那你付了300次 即是付了25年之後 你就會付多少呢? 5萬8千多元的利息 只是利息 那你總共呢 每10萬元呢 你就要還15萬8千1百多 那如果那些利息是升2% 即是現在6% 那你每個月就不是付527 528的了 是要付644.3 那即是說呢 你每個月呢 每個月呢 每10萬元呢 那你就要付多120元的 那都挺重要的 即是每10萬元 那如果你借50萬 即是每個月呢 即是給多差不多600元的 如果你借50萬 那利息呢 25年之後 如果你是這樣付呢 你只付利息 就付了9.3萬 你借10萬 你借利息要付9.3萬 差不多一倍了 那總共你付了19.3萬 每10萬元 你25年就還19.3萬 第三個scenario呢 就更加了 如果你的利息是升到8%的話呢 每10萬元 你每個月呢 就要還771個8號2 即是772元左右 那25年後 你要付的interest 的利息呢 就13萬1有多 即是說你付的利息呢 是多過你的本的 那每10萬元 你就要還23萬1 有多 即是說什麼呢 如果我跟4個% 或者8個% 計算呢 你每個月 每10萬元呢 啊 你就要是 給多成200多元 那很重要的喔 你每10萬元 每個月 給200多元 多了 即是說呢 你的袋那裏呢 就沒有了那200多元 即是每10萬元 就借的呢 就沒有了200多元 如果你借50萬呢 你每個月呢 就要給多了 成幾多啊 差不多是六七百元 那 即是說呢 你可能呢 就買不起那間屋 即是如果 那個利息呢 是起一兩個% 你每個月要供的樓呢 可能呢 你就真的給不起 如果就算你給得起呢 你就要在其他的地方呢 就省點洗肺了 那就是說呢 喝茶呢 就要喝少一點啦 那因為呢 那個利息是 起了一厘兩厘 那都很重要的啊 那麼 還有呢 不單止說 是這些呢 那麼 如果你說 用了那些錢 來儲錢 給子女 以後 讀大學 讀書的話呢 那麼這些錢呢 你就要儲少一點 或者是不能儲的了 那麼 利息一給給了 就沒有了的 你不可以找回來的 那麼所以就 如果你是借10萬 20萬 30萬來說呢 對你每個月的洗費呢 話就說 起1% 2% 但是對你每個月的 洗費的影響呢 是可能會很大的 那麼 這一個呢 為什麼加息會是控制了 或者是冷卻了 那個樓價 也是一個的原因 那麼 因為如果啊 那個樓價是升到某一個程度 啊 銀行說要加息呢 有些人呢 啊 就買不起樓 那麼 就是將想買樓的那些買家呢 啊 就禁住了 不准那麼多買家 買就是marginal那些 但就不准你買 沒有了 少了買家呢 就是希望樓價呢 就可以是禁住先 這樣 那麼 那麼 這個是一個的做法 那麼 好了 那麼我講到這裡呢 就是如果你是要買樓了 啊 我買了 那麼 現在要供應有什麼辦法 可以是給少些息呢 那麼 那我就用了另外一個的comparison 那麼這個comparison呢 就是啊 你借錢的時候呢 那些利息呢 都是4個percent 4個4個4個percent而已 那麼 但是你可以是 怎麼搞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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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喂 我不借25年 我借10年而已 那就是15年啦 那我給一比較 如果啊 你是 4個percent 是借 不是25年 是10年的話呢 那你每一個月 要給的 那你借的時間短了 就是要給利息的時間少了 所以呢 你每個月呢 就要還多了錢 還多多少啊 那你如果是借10年 不是借25年的話呢 你每個月 每10萬元呢 就要給1012元多些 那跟你借25年呢 就真的給多了差不多 一倍的 沒有一倍 但是呢 是給四位數字的 每10萬元 你每個月是給多過1000元的公屋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是真的 更窄了一些 就是說呢 你每個月呢 是真的要 是真的要 是 省一點 要給多些 那 給多很多 那 但是你不要忘記 因為你是 只是供10年 不是供25年 所以你要給的利息呢 就少了很多的 在10年內呢 你只不過是給21,500元左右的利息 那跟你是 如果你給25年呢 就少了 是一半有多的 因為如果你要借25年呢 你要給的利息呢 是5萬8千元有多的 剛才我那張表 那你現在是給21,500元左右的 所以你是給少很多的 給少一半的 好 喂 我捱不住啊 每10萬元 我每個月要給1000多元 我捱不住啊 不如15吧 好不好啊 那我15年還了錢 那你每個月呢 就要給739元左右 就是740元左右 給少些的 每個月 但是你還多5年 你現在要還15年了 那你全部的利息呢 就是要給33,000左右 那如果 我好像剛才這樣說 不行啊 4%我要給25年呢 那你差不多要給5萬8千元有多的利息 那我剛才也說過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快快取取 說要工 斷了那間屋 給清了 那是每個月 你是要捱高息很多的 但是捱高那個負責 每個月的工的錢是很多的 那這個是真的 但是呢 你10年了 或者15年呢 就工斷了 那 那大家就 有這些 這樣的選擇 那據我所知 很多銀行啊 每年呢 如果你有多餘的錢 是可以丟到那間屋那裏 那裏 那裏 有一些銀行呢 是可以給你 每年 是 比一 比多一些的 啊 一次過 啊 幾個% 十個% 或者 比多一一期的 就是 Q的那個principle 就是還了本的 就是還了本之後 就不用給那麼多利息了 那快快快快快 公圓他 公團他 那 這個是大家的選擇 但是我在這個 這樣的例子的裏面呢 我就可以 就是 給大家看到 升少少息 少少而已 1% 2% 對你每一個月的影響啊 是可能會很大的 那所以呢 這個加息是可以控制到樓價 或者是控制到通脹的 因為如果你要給多了錢出去的話 那時候呢 你就會 想著 會少一點 不是說 每個人都說 有 嗯 unlimited resources 用不完的 的 的錢 可以給你每個月 使用的 不會的 那 所以呢 這樣加息呢 這個是一個可以 壓低 希望 壓低到樓價的一個方法 那做不做得到呢 就不知道了 那這個呢 大家可以做一下參考